Hello 我是Pinky 歡迎來到我的Channel 又來到我們的家電系列 平時比較少拍到和暫時未介紹過的家電 就是這部冷氣機 作為外貿協會的我真心覺得它很美 每一個來親我家的朋友都會問我什麼牌子 所以今集就決定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除了一隻顏色好搭我家的家具之外 重點是很細部 所以現在家裡看起來都好像沒有那麼大壓迫 當然買冷氣不只看外貌 最重要是夠靜、省電和夠冷 究竟這部冷氣機是否符合以上三個要求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片 如果你喜歡看產品評測或開箱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和Follow我的IG 這部冷氣其實我也是今個夏天換了不久 它就是大金最新推出的 Lisola XJ系列 R32變頻冷暖掛牆分體機 市面上的冷氣機來來去去都是白色 這部機的特別之處是它可以自選面板的顏色 一共有10隻顏色可以選擇 我自己就選擇了這個木紋的面板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鍾情於木色的家具 它其實還有粉色和金屬色系 我自己就覺得這幾隻顏色都比較容易配搭 所以就特意借了回來給大家看看實物 假設有一天你體驗了這隻顏色 又可以買另一塊去換 所以其實都很方便 而最正的就是它關機之後 它關機後 那塊板會落回來遮蓋出風口 一來就沒那麼容易鋪塵 二來看起來都會美觀一點 唯一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面板升降的時候需要一些時間 開機或關機大概就要半分鐘左右 所以如果你想一回到家 就即刻有冷氣炭的話 就最好預先開定 或者要給少少耐性 至於匹數方面 就跟大部分的家用冷氣機都一樣 都是有1、1.5和2匹可以選擇 我這一部就放在客廳 所以是2匹的 無論你選哪一個匹數 尺寸都是一樣的 它的長度、高度和深度分別是 798 x 295 x 185mm 分體機來說真的算很細部和很薄身 比起我之前那部 足足短了差不多20cm 而它的深度都是大概一隻手掌那麼闊 如果你是裝在睡房的話 就更加節省位了 至於安裝的過程 就跟平時的分體式冷氣機都差不多了 只需要留意你有沒有位置 去放到室外機就可以了 我自己就住在村屋一樓 就不需要踏盤 當日師傅過來安裝 都是大概一個下午就搞定了 因為這部是2匹 它的室外機會比起另外2部小匹數的大一點 如果你擔心不夠位 也可以找師傅上門看位置 好 外型就好帥 功能上又有甚麼特別呢 首先它可以出到冷暖風 所以一年四季都適用 而第二是比較省電 因為它是用了變頻壓縮機 能源效益就會更加高 而且亦用了R32的環保雪種 第三是它用了一種Hybrid Cooling的溫濕雙控技術 即是當室溫調節到預設的溫度 它就會保持降低空氣的濕度 令整間屋都會乾爽一點 你知道香港地那麼潮濕 這個功能就很適合了 第四樣是它有一個DryShot的除菌清潔功能 除菌之餘亦都可以辟味 特別我有養貓就很需要了 它的原理就是在製冷的時候 會製造出一些冷凝水 然後水就會帶走熱交換器上的污垢 然後就會用暖風去控干散熱片 再加上它是用了一個防霉的過濾網 就可以確保出來的風是乾淨和沒有菌 整個除菌的過程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平時去完旅行回來 房子很大股臭味 又或者在特別潮濕的日子 大家就可以開這個功能 至於它的製冷速度都很快 通常我自己開23-24度左右 幾分鐘其實房子已經會涼涼了 當然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新 但它整體的含溫都很OK 我不知道大家平時喜不喜歡被風兜頭吹 我自己就一般因為很容易頭痛 它是一個很好的功能 叫做舒適氣流運轉 即是開冷氣的時候 那塊風葉就會乘水平的角度向上吹 而開暖風的時候 它就會沿著長身向下吹 就可以確保氣流平均分佈在整間屋 無論你坐在家裡哪個位置 你都會感覺到差不多的溫度 就算我平時坐在沙發 都不會吹得正一正 整體來說都是很舒服的 而最重要的就是它不會太吵 還有一個寧靜模式 每一次拍片的時候我就會開這個模式 現在都正在開 相信大家現在都聽不到有很明顯的風噪聲 但開寧靜模式的時候 它就會相對不太涼 所以通常拍完片之後 我就會轉回正常模式 另外還有一個Powerful模式 就是太熱的時候頂不上就可以開 但它就會吵一點 接著就說到操作方面 它的遙控上面都有很多功能 就像是制冷、制熱、Dry模式和Auto 你可以調校溫度和風速 而線頁都可以選擇打橫吹、直吹或3D吹 亦都可以設定開關冷氣的時間 另外它也有一個APP 可以看到室內室外的氣溫 以及家裡的濕度 APP裡就相對沒有那麼多功能 但都可以schedule時間 亦都內置了一個Wi-Fi adapter 你就可以搖它開定冷氣 但在家裡我通常都會用遙控 現在這部冷氣機我都用了大約1、2個月 除了開機、關機慢一點之外 暫時融落都沒有大問題 如果你同樣都很重視家裡的裝修或格調 相信你都會很喜歡這部冷氣機 尤其關機後會完全遮蓋出風口 我覺得是真的漂亮很多 你都不用特意買一塊布蓋住 再加上它夠省電之餘 亦都有冷暖送風 又有不同的技術去幫忙控濕和除菌 最重要是夠涼和夠淨 所以我自己是很滿意這部冷氣機 我都會將詳細的資料和價錢 放在下面的info box 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看看 接下來我都會介紹多些不同的家電 如果你們有甚麼想我試的話 儘管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很快再見 Bye Bye 好